我当然意见很大了 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你当我什么呀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 你这是商量吗 你这是通知 我说老头子啊 你实在是老糊涂的 一万块 你说套就让孩子们掏啊 再说了 你能开得了这个口 我不是把向东喊过来 帮我打这个电话吗 我 爸 您让我打我肯定打 我现在就打啊 你再坚持一下 我玩就好了啊 怎么样 电话 电话 什么 一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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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好了 今天晚上啊 你睡个安稳觉喽 他能睡个安稳觉了吗 恐怕所有的人都要失眠了 这就叫 今夜无人入眠 琪琪说 我一个人在街上失魂落魄的 有心事 可听又又说 我和他很恩爱 在家里根本没有发生不开心的事情 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 我 好 切斗 甄秘书 我就知道还会在昊阳集团看到你 欢迎你回来 好好干吧 好久没工作了 还请多帮忙 杨秘书 怎么样啊 夫人 董事长正在准备会议 我是知道 我就是想问你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如果可以的话 我给我儿子送点早饭 杨秘书 我过来拿程会的数据报告 好的 夫人请您稍等一下 夫人 您好 我是招商部部长林天雅 你好 谢谢 夫人 会议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 您现在进去可能不太合适 没关系 夫人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因为我刚刚听到你们说到开会 刚好一会儿那个会议我也会参加的 是吗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主要是我今天儿子第一天上班 走得匆忙 忘了吃早饭了 作为母亲 想给他送点蛋糕而已 夫人 夫人的儿子 夫人的儿子 那就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齐总经理了 您要是信得过我 就把蛋糕给我 离开会还有十分钟 我保证让齐总经理吃到这个蛋糕 真的 嗯 那太谢谢了 拜托了 别放心 真没想到公司里还用这么聪明大方的女孩子 对了 杨秘书 你说前两天有个女人来找过我 是从美国回来的那位女士吗 你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我查一下 应该有吧 谢谢 天雅 齐总 您的咖啡 还有你妈妈送的蛋糕 我当时骑着摩托车根本就没有看到你 你是因为闯了红灯 所以我才撞到你那儿 我怎么可能让你有不开心的事儿了 糟了 我没有齐机的手机号 那我怎么样才能找到她呢 那我怎么样才能找到她呢 您好 请问这位女士 有什么事情吗 警察同志 我想找个人 应该是前天 她帮我做了失踪人口登记 她叫齐继 我帮你查一下 谢谢啊 这么说 你一直想要努力进的公司就是这家 我也是今天早上 TRA送蛋糕的时候才知道的 齐总经理就是你 我真的是吓了一跳 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小了 以后我还要多拜托你照顾咯 泡羊集团的招商部部长林天雅 儿子 妈 全都吃了 你感觉没事吧 真的 我还没问呢 你们两个人怎么认识她 保密 儿子 你跟她很熟吗 天雅 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一直不知道 她今天在我们公司上班 我还一直跟小姬吹嘘说 我在这家公司有多厉害 有多厉害 现在一想脸都红了 喂 是你 好 那我现在过去 妈 天雅 我还有点事情先走了 我们晚上回家见吧 路上小心啊 拜拜 拜拜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你知道吗 今天是我儿子第一天上班 能吃到妈妈送的早餐 有多高兴啊 有时间到我家